以色列军队和哈马斯交战的同时 也和真主党在黎巴嫩边境相互轰炸 黎巴嫩保安部队就透露 乙军的无人机空袭 导致将近12个南部村庄遭受炮火 根据真主党星期四发布的最新影片 可以看到密集的火箭炮 击中乙军在边境小镇伊夫塔的通讯塔和相关设施 真主党指出他们从八个方向的阵地朝乙军开火 而乙军则以大炮还击 此外乙军也宣称 他们消灭一个企图发动反坦克作战的敌方小组